先来做个一周总结 在过去的一周里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乌东的防线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 多处防线出现崩溃 连续失去了塞利多维和库拉西夫卡等重要据点 同时俄军队试图在奥斯基尔河附近建立渡口 向库皮扬斯克市推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为了在美国大选到来之前 尽可能多地取得领土收益 好在谈判桌上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 一个月以来 俄军发动了不计代价的万岁冲锋 取得了今年以来最快的进展 正如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将军 昨天在接见到访的捷克总参谋长 卡雷尔热格科中将率领的捷克武装部队代表团时 所承认的那样 乌克兰面临俄罗斯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最强大的攻势之一 整个2024年 乌克兰在保卫前线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州 俄罗斯一直集中全部军事资源 对乌克兰军队的各个阵地发起进攻 俄罗斯在兵力 火炮 空中和远程火力方面 都保持巨大优势 捷克共和国是乌克兰的忠实盟友 发起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举措 特别是在火炮 装甲车 防空 导弹防御系统 航空联盟和一体化联盟方面的支持 最新的消息是 继朝鲜之后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宣布 将自愿向乌克兰战场派出 8万4千名自愿士兵参与前线作战 这样加上已经派遣的3万6千名士兵 总数将达12万人 加上9万朝鲜兵 俄国得到的外援兵就达到了惊人的20万人 当然 我们仍然相信 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 困难的不止是乌克兰 俄南方集群在扎波罗热地区 进行了几次试探性进攻后 原本计划向大诺沃西尔卡方向推进 但由于1440团集体兵变 拒绝人肉冲锋而草草收场 10月25日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语出惊人 他说 克里米亚在法律上不属于俄罗斯 卢卡申科强调 问题在于 国际社会不承认该半岛是俄罗斯领土 这个卢卡申科不是普丁的铁哥们吗 居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这是见识不妙 准备跳船吗 不过 他怎么说 已经不重要了 俄罗斯已经不可逆转地朝着再次解体行进 诸罗斯和诸斯坦必然会你争我夺 俄罗斯帝国已经到了末日黄昏 以下节目为一周合集 集合了上周的部分已播出节目精选 如果您是我们频道的忠实粉丝 每集都已经看过了 就不必再看 谢谢您 有您真好 如果您是新朋友 刚刚刷到我们的影片 或者您错过了我们的某期更新 就欢迎继续观赏 并且给我们一个点赞 谢谢 俄军损失突破69万 单日损失第四高 10月单月损失超过4万人 库尔斯克金线死亡公路 乌军攻击无人机昼夜猎杀 被摧毁的俄军147辆装甲残骸 触目惊心 乌军粉碎俄军快速拿下拖略茨克的船员 并拿下了该市整个南部地带 乌冬赛利多沃失守 俄军包围圈形成 八千乌军主动后撤 俄军攻势还将持续夺久 俄军在乌冬获胜的战术分析 看星星 看月亮 西方武器何时解禁 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979天 乌克兰人还在战斗 俄军损失再创新高 俄军人员装甲车加油车火炮损失继续走高 代价不菲 过去24小时 俄军损失1680人 这是俄军的年度单日损失第四高 俄军损失总人数突破69万 这样算下来 俄军在10月的损失将不可避免的超过4万人 如今俄军不得不求助外援 显然资源已经严重不足 俄罗斯资源不是无限的 历史将证明 乌克兰的韧性与坚持终将值得 来看看战场最新局势 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打得非常漂亮 乌军第36海军陆战队通过反击 昨日夺回了左翼的尼古纳耶沃达利诺镇 还成功地控制了周边20平方公里区域 进一步稳固了防线 为了夺回失地 俄军使用Torch-1A喷火坦克 温压弹以及龙卷风多管火箭炮 发起疯狂反扑 但在乌军远程炮兵的精准打击下 还是被推出了该地区 视频中 乌军的远程炮兵打击精准 反攻俄军的一辆BMP-2装甲车 竟被炸成了碎片 与此同时 乌军还加大了对纽比莫夫卡方向的反击 在纽比莫夫卡方向 乌军封锁了38K030公路 当下已切断了俄军补给线 下午又传出消息 从乌冬换防过来的 乌军精锐第47旅和第33突击营 在21炮兵旅掩护下 对俄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目前正在苏甲至克列涅沃的 E38K公路上 由南向北反推 以推进到距克列涅沃仅9公里的地方 乌军第47旅 使用亨哈二将M2A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和M1A1爱布拉姆斯坦克 联手向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 沿速线修筑的阵地猛烈开火 在斯纳哥斯特至纽比莫夫卡的公路上 被摧毁的俄军 147辆装甲与重型运兵车残骸触目惊心 乌军的攻击无人机 昼夜猎杀着该路段上一切移动的俄军机械设备 该公路如今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亡公路 乌军第95旅 今天在库什奇纳揭灭了俄军义务海军陆战旅残部 与车臣阿赫马特营组成的混边突击队 就连督战队也被一锅端了 除了两名车臣士兵被俘外 其余俄军遭到了全歼 乌情报部门截获的音频表明 朝军已经部署在库尔斯克 可能编入俄第810海军陆战旅 在库尔斯克执行作战任务 情报表示 这批士兵缺乏经验和训练 不是精锐部队 而是通过这次部署进行试探 为更有经验的部队抵达铺平道路 韩国方面认为 这批士兵更多是炮灰 将承担俄军的人海冲锋重任 据悉 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第一个被俘的北韩士兵已经出现 目前正在审讯中 另外 乌军此前在比尔哥罗德州 撕开了另一个口子 控制了朱拉夫列夫卡后 昨日下午又击溃了一支 前来增援的俄军机械化重队 扩大了控制区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战斗部队 看起来已经完成了大规模轮换 这个视频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第38旅在库尔斯克的战斗视频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攻击无人机 抵达后摧毁了俄罗斯虎M装甲车 明亮的烟花和最强大的弹药爆炸 在乌克兰的视频发布之前 俄罗斯人在社交媒体大肆宣传 他们摧毁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装备 等视频出来后 他们才发现爆炸的那个是他们自己的装备 而乌军在红军村前线的局势 就远不如库尔斯克那样乐观了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 赛利多沃库拉霍沃一线 过去24小时里 该战场上共爆发了超过100次的战斗冲突 俄军试图通过反攻夺回昨日丢失的阵地 乌军则拼命拒止 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战斗异常惨烈 流出的视频中到处都是尸体与鲜血 双方均死伤惨重 先说说红军村北翼的拖略茨克前线 ISW战争研究所的动态地图显示 乌克兰近来在拖略茨克的反攻卓有成效 乌军收复更多失地 乌军第十二亚树旅的局部反攻持续取得进展 继三天前收复附近的扎巴尔卡后 乌军又发起了更多的攻势 将战线延伸至拖略茨克与扎列池内之间的森林地带 随后他们正式攻入了拖略茨克的市区 并占领了整个南部区域 扭转了这一战线的局势 截至目前 整个拖略茨克的南部地区都被乌军重新控制 尽管目前拖略茨克的东部仍有部分俄军 但乌军拿下拖略茨克南部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奠定了收复该市全境的基础 这一胜利的意义还在于 它粉碎了俄军快速拿下拖略茨克权域的船员 差不多半个月前 俄媒曾大肆宣传乌军全面失守拖略茨克 当时俄媒宣传员甚至表示 乌军已经撤出了拖略茨克 完全失去了军事能力 但现在乌军不仅依然活跃在该地 并且拿下了关键的整个南部地区 再来看看红军村南翼 在战斗最激烈的红军村塞利多沃一线 俄罗斯人正在此发动不间断的疯狂攻击 此处形势越发严峻 塞利多沃南部地区目前已被俄军控制 战斗主要集中在北部 由于战略预备队都被调到了库尔斯克 乌军第15旅和第72旅等部队步步阻击 边打边撤 该阵很可能会很快失守 塞利多沃是红军村的南大门 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信希尔斯基应该不会轻易丢掉该地 但不知为何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 而据发稿前的最新消息证实 俄军昨日下午已经全面控制了塞利多沃 乌军第15特种旅 第68列兵旅 第72机械化旅 和第17步兵旅8000余人 已从西面撤出了阵地 乌军没有选择死守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智的 如果继续拖延 被俄军的口袋阵封住口袋 或切断10510攻入补给线 途中紫色区域的约8000余人 很可能会遭到围艰 形势已是万分危急 要知道外围俄军集中了 俄中央集群与南部集群的 约5万余人精锐大军 俄军的这次大规模进攻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乌军主动撤出 甚至让俄军也感到意外 因为塞利多沃失守后 若库拉霍沃再丢失 俄军就会濒临波克罗夫斯克 所以很可能是由于 该战区的乌军预备队 被调往库尔斯克 没有援军的战场环境下 必须收缩防线 将兵力集中于红军城周围 避免被各个击破 乌军目前兵力有限 面对俄军的疯狂攻势 显得尤为捉襟见走 而再往南的 扎波罗热的 大诺沃西尔卡轴线上 俄军一万兵力 昨日进行了 三次试探性进攻后 今日也开始推进 牵制北面拼死抵抗的乌军顿巴斯集群的意图已很明显 目的是让乌军两头不顾 即突破赛利多沃和希尔尼克后 俄军于周五开始在伍莱达尔方向继续发力 在伍莱达尔这条战线上 俄军企图向伯霍亚弗伦卡和沙赫塔斯克等地持续推进 目前赫利尼克已经被俄军夺取 库拉护卧外围也被占领 这些攻击都得到了大规模炮击和空袭的资源 然后俄军通过不计代价的冲锋 一米米夺取阵地 尽管代价非常高昂 可能很多网友都在心里问 俄罗斯的这波攻城掠地的大规模攻势 还将持续多久 一直追踪俄乌战争的 法国里昂国际研究所的军事专家 莱朗·莫利做了一个分析和总结 他写道 俄罗斯发动顿巴斯攻势已经一年了 今天 他们又攻占了谢利多夫和希尔尼克 威胁到整个乌克兰顿涅茨克以南方向 俄罗斯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呢 首先 他们用FAB制导滑翔炸弹 摧毁所有乌军防御阵地 包括壕沟 林带 房屋 城市 战壕和掩体 俄罗斯人从去年开始 加大产量生产的制导滑翔炸弹 UMPK套件 改变了今年甚至整个战争的局势 UMPK航空炸弹 滑翔套件 旨在将传统的非制导炸弹 转换为制导炸弹 以提供更高的打击精度 最大攻击范围 取决于飞机投掷前的高度和轨迹 UMPK 是俄罗斯玄武研设计局研发的一种 用于将常规航空炸弹转化为精确制导武器的装置 为一种航空炸弹滑翔套件 该套件属于滑翔增程组件 类似于J-DAM的钻石被连接套件 UMPK套件的引导系统和滑翔功能 能够为普通航空炸弹提供更远程 更准确的打击能力 同时可以在防区外发射 减少战机被击落的几率 从而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3年 玄武研设计局开始开发一种 自由落体航空炸弹的规划和校正模块 最初的设计目的 只是制造一种非常便宜的装置 但直到2023年1月 俄罗斯用户发布了一张 FAB500M-62的照片 该照片带有类似于J-DAM的连接套件 UMPK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尽管整个结构的品质非常低 照片显示的也是仓促制造的 而且将模块连接到炸弹主体的方法 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经过空气动力去优化 这可能会降低武器的性能 特别是其射程 可能导致许多操作限制 但它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 单位价格不超过25000美元 那炸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然后俄军就用坦克和AFV AFV装甲车对乌军阵地发起机械化进攻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波克罗夫斯克攻势中 一年损失了1919辆装备的原因 其中包括398辆被击毁的坦克和892辆被击毁的AFV 再接下来 当乌克兰军队无法再坚守阵地时 俄军就会改用步兵战术 由步兵组成的小型步兵突击队 会从各个方向涌入乌军聚首的城镇区域 一旦小分队攻占了城市的某个区域 他们就会在建筑物废墟上挥舞旗帜 由侦察无人机传回前线指挥部 由于人数上的巨大劣势 乌克兰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迫击炮 来在每一个方向都阻止他们 有时乌克兰军队会主动后撤 凭借高地 河流等天然防御攻势 以及城市建筑和壕沟防线 来设法阻止俄军前进 自8月20日以来 俄军已被阻挡在塞利多沃 和波克罗夫斯克第三道防线前 长达两个多月 但现在塞利多沃防线已被突破了 当俄军部队遭到阻击时 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战斗侦察任务 找出乌军防线上的漏洞 比如他们首先袭击了乌克兰斯克 发现那里的乌军军心涣散 然后继续向苏苦雷内进攻 接着从南亿包围了塞利多沃 塞利多沃的尸首绝不是一件小事 它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失去它 下一步库拉霍夫就有可能被俄军包围 与此同时 新线里夫卡前线的重新启动 也将加速这种可能性 目前俄军前锋 距离库拉霍卧只剩下5公里 一个新的包围圈又在悄悄形成 未来几天 前线将是波克罗夫斯克 摄斧秦科 松继夫卡 届时 俄军将开始进攻两个月以来的主要目标 安德里夫卡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座小城沦陷 整个顿涅茨克南线也将随之沦陷 而对于乌克兰呢 总体来说 乌军在库尔斯克打得游刃有余 目前不但在库尔斯克稳住了局势 还歼灭了大量俄军 那么同样的军队 同样的装备 为何在乌东却屡屡失地 险下还生呢 这是因为 在兵力和军事资源 本来就不占优势的乌东 乌军是用阵地战与俄军硬碰硬 距低于国门之外 战场环境的凝固性 导致了既无法进行战略迂回 也让去中心化的战术优势 成为劣势 变成了遗迹之短 克敌之长 但在库尔斯克 乌军却可以利用西方装备的高机动性 虚实结合 忽聚忽散 运动歼敌实现已弱胜强的战术结果 因此 乌军若要在乌东扭转被动 就必须敢于放弃一些地方 利用战略纵深 打时间差和运动差 乌东防线1200多公里 参差不齐 俄军做不到各部齐头并进 动态的战场环境才有歼敌机会 单纯的防御赢不了战争 反而会被俄军蚂蚁啃骨头般 一点一点蚕食 尽管在这期间 乌军可以通过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和军事资源 进行力量转换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一过程极其漫长 在这里 我们也要为俄罗斯新的国防部长 及俄军指挥部点个赞 抛开立场部说 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 本来就是搞经济出身 在任俄罗斯副总理期间 就为普京立下了汉马功劳 顶着一万两千多项制裁 没有让俄罗斯经济迅速崩溃 而现在有林威寿命 利用自己的所长 在抓了一批国防部蛀虫后 让俄罗斯军火生产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同时也不得不佩服 俄罗斯的军队高层指挥官 现在和国防部的关系 不像以前少医谷在时那么僵了 而在八月份 希尔斯基将军出骑兵 攻入库尔斯科州后 居然能坚持不为所动 颇具战略定性 一个唯卫救赵 一个就将计就计为赵旧尾 始终抓住乌冬不放松 宁愿搬来朝鲜兵参战 也不调动乌冬的精锐集群 终于让乌军两头不顾 捉襟见肘 颓势尽险 当然 乌军的被动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西方援助的远程武器 至今没有解禁 乌军等于绑着一只手在战斗 倘若解禁远程武器 乌军就可以大范围的 瘫痪俄军机场 弹药库 油库 军事基地 物流枢纽等后勤支援单位 让莫斯科无法将这场战争 进行下去 当下的俄乌战场 与美国选举紧密关联 拜登阵营既不想给乌克兰 解禁武器 又不愿发出对乌克兰入约邀请 却还希望利用乌克兰战场胜利 为哈里斯助选 这怎么可能呢 过分优柔寡断不仅会让乌军陷入苦战 还有可能导致哈里斯最终输掉竞选 如果拜登不敢放手一搏 民主党输掉选举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德国总理舒尔茨 最近再次强调了他一贯的立场 不支持用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纵身目标 因为这会把北约 脱入到与俄军的直接对抗 所以至少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拜登是大概率不会在此事上松口的 甚至有可能最终也不会 与此同时 基辅还在大力呼吁西方加大军援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解除远程武器 深入俄罗斯境内的限制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 伊尔马克在最近的采访中就透露 乌军已经战斗了三年 并将继续战斗 基辅不奢求西方直接派遣军队参战 尽管穆斯科方面毫无顾忌 已经开始寻求外援 但他强调 西方需要给予更多的军事支持 因为乌克兰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而是在为整个欧洲堵枪言 俄罗斯人的枪言 欧洲是一个整体 目前来看 对于乌克兰要打击 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要求 西方的反应是 资助乌克兰加紧生产 已经成功完成测试的 新型HRIM-2国产弹道导弹 这样西方的心理负担就小得多了 HRIM-2的射程可达500公里 弹头重达500公斤 俄罗斯的兵工厂 军火库和机场将是其首要目标 一旦部署 点燃俄罗斯就将进入倒计时 最终还得靠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 10月28日 乌克兰无人机 袭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 布良斯克 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地区 沃罗涅日州两个酒精厂 被击中引发火灾 乌克兰方面称 俄罗斯将这些设施 改用于生产火箭燃料 被无人机全部击中 沃罗涅日州 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市场 也被击中 损失情况有待澄清 10月28日 克里米亚占科伊 新菲罗布尔等地 发生至少30起爆炸 乌军无人机 又开始袭击克里米亚 我们相信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 导弹不断打击俄军目标 当损失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势必发生巨变 这是被俘的俄罗斯士兵 别笑 这是真实的图像 不是AI 像不像电影魔界里的半兽人 至少是想集了哥布林 乌克兰第100独立机械化旅 无人系统营 在距离前线25公里 靠近戈尔洛夫卡的俄罗斯前线后方 摧毁了俄罗斯侵略者的两座 2S7PION自行火炮 此次袭击是由复仇女神 无人轰炸机 在国家警察 纽特旅空中侦察队的协助下完成的 美国援助的弹簧刀600 载毙新攻 两架乌克兰弹簧刀600攻击无人机 袭击并摧毁了顿涅茨克地区的 俄军TORM-2防空系统 美国的弹簧刀无人机 目前配装在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14独立无人机团 战斗力超强的乌军54旅 昨日在西维尔斯克方向 缴获了一辆俄罗斯乌龟坦克 没想到仔细检查一看 竟然是一辆罕见的俄罗斯T-90S主战坦克 使乌军兴奋不已 所谓T-90S 就是T-90的出口型外贸版本 原本是打算出口到印度的吗 不知道莫迪有没有心里偷偷叹口气 话说这毛子也真厉害 把坦克完成了盲盒 该坦克配备了电子战设备 监控摄像头和自制的拖网 以防止反战车地雷 搞笑的是 甚至在金属网大棚里 还搞了个烧烤设施 乌军小伙子们开心极了 立刻把它开回阵地 找机械营给维修消毒 重新装备 现在这辆T-90已经重上战场 成为了K-2营的配装装备 刚才没看清 什么是乌龟坦克的观众 请看过来 就是这玩意儿 当然这其实 对防止自杀无人机攻击 还是很有用的 乌军现在也学会了这招 俄军连续两天自相残杀 在10月26日 俄罗斯第38摩步旅 第二突击连的俄罗斯士兵 费多尔琴科 在扎波罗热州诺沃波克罗夫卡附近 枪杀了十名熟睡的战友 然后逃往波洛籍 一天前在库尔斯克的克雷米亚诺耶 第810海军陆战旅副旅长 德米特里斯列普涅夫上尉 在观察哨的一场争执中被杀 二等兵李亚伯夫用AK-74 向他的头部连开三枪 结语 泽连斯基说 我们反对冻结冲突 我们不希望发生第三次战争 2014年的战争 通过数千次谈判最终被冻结 结果2022年的全面战争仍然爆发 是的 我们相信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能够摧毁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 最后 以罗曼罗兰的一段话 结束今天的战榜 在春寒料翘的三月 当我们看到初放的花朵时 感到无比幸福 现在 当我看到娇嫩而充满活力的人类善良之花 冲破欧洲仇恨的动土 盎然怒放的时候 我又感到了这种幸福 他们证明 温暖的生活仍然存在 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摧毁 乌79里绝杀敌军 巷战激烈 而重型装备大量被毁 乌克兰首次针对车臣领土展开军事行动 脱北者已自愿加入乌军 乌韩联合制敌 中共动作诡异 先进步兵战车在乌组装 最新乌空军飞行员已结束训练 央视谎称伊朗神秘武器拦截乙军导弹被打脸 美智库呼吁华盛顿放弃欧洲和中东 专注严防中共 在乌克兰战场上 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俄军正在向赛利多夫 维什涅夫中部和西米特里夫卡推进 库拉霍卧的激战已经展开 乌军第79旅发布了令人惊艳的战斗视频 显示俄军以13辆装甲车 4辆坦克和4辆摩托车冲向乌军阵地 当俄军重队距离乌军阵地约5公里时 乌军的远程火炮、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地雷相继发威 造成俄军重创 进攻部队没能接触到乌军就陷入了钢雨中 最终俄军损失9辆装甲车、2辆坦克、1辆BMPT终结者坦克和4辆摩托车 冲锋部队伤亡48人 而T19旅在这场战斗中实现了零伤亡 在伍莱达尔方向 俄军朝伯霍亚夫伦卡、卡泰·利尼夫卡和沙赫塔尔斯克等地推进 然而俄军在伯克罗夫斯克的进攻遇到困难 转而向南发起攻击 试图在库拉霍沃和伍莱达尔地区形成包围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代价极高 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俄军小福推进到克里斯尼基夫卡和克鲁赫利亚基夫卡 尽管推进代价不菲 俄军在库拉霍夫、恰西夫亚尔和莱曼方向 以人海战术进行冲锋 损失惨重 数月才推进几公里 代价相当高昂 在莱曼方向 俄军的283和488模布团向涅斯克定居点发起进攻 但被乌军的无人机和火炮击退 进攻目前已停滞不前 在恰索夫亚尔方向 俄军已推进至城市东郊 在宽约两公里的战线上 深入约1.5公里 俄军在夜间用三小时架设浮桥穿越运河 令乌军措手不及 意识到问题的乌军立即展开反击 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 乌军在恰西夫亚尔主城区的阵地 暂时没有受到重大威胁 在拖略茨克方向 俄军经过数月激战 声称已经控制了70%的区域 根据大量的战场视频及多方媒体证实 乌军的持续反击 使俄军目前仅控制拖略茨克38%的市区面积 经过三周激烈的巷战 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 并在反击中夺回了一些街区 成功夺回拖略茨克南部的扎巴尔卡区 而且乌军对俄军驻扎的建筑进行了直接轰炸 造成了重大损失 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在城市战斗中 双方广泛使用远程布雷和反坦克地雷 以摧毁对方阵地 这种战术已成为拖略茨克和查索沃亚尔城市 战斗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无人机的普遍使用 装甲车的运用受到限制 步兵则需要有效手段清除敌方阵地 在拖略茨克南部 乌军依旧控制着拖略茨克的激矿山 尽管该阵地陷入半包围 但仍然支持东南方的乌军行动 随着真援部队的抵达 乌军利用这一高地 在晴朗天气条件下 对俄军夺取的南城区部分区域展开反击 给俄军带来了困难 在扎波罗热的大陌沃西尔卡 乌军第三和第194旅 联合击退了俄军的大规模进攻 摧毁了俄军20件重型装备 目前俄军已停止进攻 另外俄军近期在乌冬的推进速度较快 展现出多点进攻的态势 而乌军的交通枢纽和一些重要补给线岌岌可危 如果无法及时夺回这些关键位置 冬季作战将变得困难 乌克兰防空司令部发布战报称 截至目前 防空系统共击落了来袭的100架沙西德无人机中的66架 24架被电子战系统压制 4架飞向白俄罗斯 库尔斯克的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试图利用3000名朝鲜士兵夺回该地区 预计激烈战斗即将到来 乌军则已经重新展开反击 距离奥尔格夫卡约4公里 距离克列列沃约9公里 尤其是部署了布雷德利战车和爱布拉姆斯坦克的乌军第47旅 第36海军陆战队 第82和95旅等部队 成功击退了俄军的反攻 视频显示 乌克兰的第82旅利用无人机正在清理俄罗斯士兵的长生处 乌克兰的无人机精准地飞越战区 将爆炸物送到俄方士兵的头顶 大幅提升了打击效率 还有消息指出 10月29日乌克兰一架无人机飞行数百公里 对俄罗斯车臣地区的移动建筑实施袭击 据悉 袭击目标为位于车臣古杰尔梅斯市的特种部队大学 这所大学以俄罗斯普京总统命名 专门用于培训特种部队 此次袭击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乌克兰首次针对车臣领土的行动 意义重大 袭击目标距离前线约848公里 尽管乌克兰无人机的最大攻击距离可达1800公里 此次袭击暴露出车臣地区防空系统的薄弱 难以有效防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据悉在俄乌战争中 车臣士兵通常被视为网红 多扮演二线部队角色 面对乌克兰军队的攻击时损失沉重 以艾哈迈特特种部队为例 多次进入乌克兰前线 但未获得显著战绩 且多次遭乌军打击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远程打击车臣本土 既是一次军事行动 也是对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提醒 表明乌克兰的攻击范围已扩展到车臣腹地 有消息称 朝鲜可能增派一万名士兵赴俄接受初步训练 并投入俄乌战场 同时部分脱北者已自愿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 并利用其在朝鲜军队服役的经验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应对朝鲜士兵的相关情报 一名探讨的朝鲜军官 公开呼吁朝鲜士兵拒绝成为金正恩的炮灰 网络视频显示 一位自称曾在朝鲜第四军团炮兵服役的叛逃军官李贤 呼吁朝鲜士兵不要为金正恩而战 他认为金正恩派兵支援俄罗斯 是为了换取美元 追求个人享乐 与祖国或正义无关 他号召这些士兵停止对乌作战 称他们不必为金正恩的私利牺牲 另一边 乌克兰已和韩国计划深化情报合作 以遏制不断加深的俄朝联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与韩国总统尹熙悦通话后宣布 两国将制定一项行动战略 来应对朝鲜的升级行为 为此 乌韩两国将派遣情报代表团展开合作 10月28日 韩国总统尹熙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 交流关于朝鲜可能太平支援俄罗斯 参与乌克兰战争的情报 并探讨应对策略 据韩联社报道 尹熙悦在通话中指出 朝鲜部队可能比预期更快部署至乌克兰前线 形势十分严峻 为应对这一局势 韩国代表团计划29日 向欧盟政治安全委员会进行简报 随后前往乌克兰 与当地情报和国防官员会晤 交换战场情报并商议合作方案 10月28日 北约秘书长吕特确认 朝军出现在库尔斯克 吕特认为 这代表战争显著升级 而且正在危险扩张 吕特强调 朝鲜介入乌克兰战争 已成为北约的首要议题 并表示 希望继续就应对措施和情报共享 开展讨论 吕特还表示 向库尔斯克部署朝鲜军队 是俄罗斯日益绝望的标志 超过60万俄罗斯士兵 在战争中丧生或受伤 如果没有外国支持 俄罗斯无法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 北约盟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安全 而且日前 吕特在与韩国代表会晤后指出 朝鲜派兵支援俄军的举动 标志着俄乌战争显著升级 他认为 朝鲜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加深 威胁到印太地区 及欧洲大西洋的区域安全 这种合作也反映了普京的绝望 吕特强调 这一事态已成为北约安全政策的新漏洞 需要尽早讨论和解决 另外 白俄罗斯媒体 Nixtam 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由于朝鲜军队的训练场地 主要在朝鲜半岛的山区 与俄乌边境的平原地形 有显著不同 这些新兵 以及缺乏境外作战经验的老兵 在适应俄乌战场时 可能会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 有消息指出 韩国方面正评估 是否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以应对朝鲜的介入 一位韩国高级官员透露 韩国目前有禁止向交战国 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 但朝鲜的介入 可能会推动韩国政界 重新考虑这一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 朝鲜官媒朝中社 近日发布了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视察战略导弹基地的照片 首次曝光了朝鲜的 洲际弹道导弹基地设施 照片显示 该基地配备有火星18 和火星16B弹道导弹 金正恩穿越临间小道 进入疑似导弹基地的隧道 展现了他对导弹的重视 在此之前 10月17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视察了火箭军 并曝光了至少20枚 被称为关岛快递的 东风26导弹 此外 9月25日 中国试射了 东风31AG洲际弹道导弹 从海南岛发射 落在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附近 射程达到11700公里 被称为西邪恶轴心的 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中 有两个国家已经身处战火 而另两个国家 此时展现军事力量 显然不只是为了炫耀 可能是有意敲山震虎 提醒外界不要误判当前形势 日前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在乌克兰建成了首座战车组装工厂 开始生产先进的KF31和KF41山毛步兵战车 这家新工厂旨在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 实现关键装备在本土的生产和维护 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 阿明帕破格表示 第二座工厂也即将完工 以进一步扩大支持 据悉 在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援助乌克兰之前 莱茵金属已多次主动提议支援 并积极供应弹药 此前 公司向乌克兰提供了多辆猎宝防空炮战车 有效保卫乌克兰空域 然而 战车使用的瑞士奥勒纲35毫米炮的弹药耗尽 瑞士因中立政策拒绝提供弹药 迫使莱茵金属建设三家弹药厂 确保弹药持续供应 山猫步兵战车是莱茵金属的旗舰产品 于2016年首度亮相 号称为当今最先进的步兵战车 它拥有两种型号 KF31和KF41 区别在于重量 发动机功率和载源 KF31重38吨 配备755马力发动机 速度达65公里每小时 成员3-6人 KF41重50吨 由1140马力发动机驱动 最高时速70公里 成员3-8人 山猫采用模块化扎布含装甲 结合金属和陶瓷材料 在500米内可抵御25毫米穿甲弹 并支持加装主动保护系统 APS 应对反坦克导弹的威胁 为提升机组安全性 山猫将弹药舱与成员舱分隔 尽量减少装甲受损 引发弹药训爆的风险 另外 克罗地亚政府将在德国的财政支持下 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克罗地亚国防部长 伊万·阿努西奇 在首次访问柏林期间 与德国国防部长 皮斯托里乌斯签署了异象声明 承诺克罗地亚将向乌克兰 运送30辆作战坦克 以及一些苏联设计的步兵战车 同时提供库存中的零部件和弹药 德国国防部表示 第一批坦克将于年底前交付乌克兰 皮斯托里乌斯指出 支持乌克兰必须与时间赛跑 作为回报 德国将为克罗地亚未来采购新装备 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其购买先进的德国豹式 2A8型战斗坦克 从而增强德国国防工业的影响力 并推动北约的装备标准化 阿努西奇认为 此次合作不仅有助于克罗地亚 获得现代化装备 还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消息指出 英国皇家空军RAF宣布 最新一批乌克兰空军飞行学员 已在英完成基础飞行训练 接下来将接受高级喷射机 及F-16战机的换装训练 以强化乌克兰的F-16战损机队 这批飞官的捷训标志着 乌军复英受训飞行员总人数 达到200人的心理成碑 23日的捷训典礼上 英国议员卢克波拉德 和乌克兰驻英大使扎鲁兹尼出席 扎鲁兹尼表示 这批捷训飞官 是乌克兰纪念第三批 复英培训的飞行员 英军进一步说明 学员们将在完成基础训练后 进入快速喷射机训练 并接受F-16战机的换装课程 在英国接受训练期间 学员们驾驶G-115Tutor出轿机 学习飞行操控 仪表操作 低空导航和编队飞行 同时接受地面课程和航空英语训练 以提升与北约盟军的作业互通性 波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本次截训后 乌克兰累计已有200名飞行员 在英完成培训 据国防邮报报道 这批飞官接下来将前往法国 驾驶L5J的配射机 展开进阶训练 积累足够飞行时数 最后 他们将前往罗马尼亚的 欧洲F-16训练中心 正式进行F-16战机换装训练 训练结束后 这些飞官将返回乌克兰空军 为其F-16战机编队 注入新的活力 根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月前 以色列对伊朗德黑兰附近的多个导弹生产基地 实施了空袭 摧毁了几处关键设施 有消息指出 尽管伊朗也拥有上百架战机 但在面对以色列的压倒性打击下 选择不出动 避免战机被击落和飞行员的损失 据悉 以色列首先泰出一对F-35战机 摧毁了伊朗的S-300防空雷达系统 随后F-15和F-16战机依次出动 完成各自的攻击目标 伊朗虽有战机 但深知一旦升空将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因此保持了沉默 有消息透露 这次参与任务的以色列飞行员中 有两名女性 但以色列国防部发布的照片 进行了打马以保护飞行员身份安全 分析指出 以色列战机长时间飞行于叙利亚和伊拉克领空 而未损失一架战机 俄罗斯制造的S-300和S-400系统 未能探测到以色列战机 更不用说拦截 还有博主批评中国媒体 夸大了伊朗防空系统的拦截率 称伊朗防空系统 以霍克 轻舰 萨姆5 红旗2等较老旧的导弹为主 核心是4个S-300PMU-2防空营 和少量S-15-2M1中短程导弹 这些装备难以达到所宣称的拦截率 中国腾讯网的文章发布图片称 伊朗成功拦截了以色列的三波空袭 并附上了一张伊朗防空系统弹无虚发的GIF动图 文章称 伊朗宣称成功拦截了约99%的以色列导弹 主要得益于俄罗斯的S-300和S-400防空系统 然而 这一说法很快被揭穿 所谓的伊朗防空系统弹无虚发的图片 其实是以色列铁穹系统拦截导弹的旧视频 尽管如此 网络上仍有不少中国网民为伊朗辩护 有网友表示 相关消息最早的来源 其实是中国央视新闻的报道 央视新闻甚至转播了神秘伊朗防空系统 拦截以色列空袭的相关画面 甚至流传到后来 还出现了伊朗使用中国雷射武器 拦截99%以色列导弹的消息 一些网民调侃称 真正成功拦截以色列导弹的武器 实际上是伊朗国内的建筑 工厂或军事基地 与所谓的神秘防空武器 并没有太大关系 还有网民直言 这可能就是中国的遥遥领先现象 另外 美国的商业卫星图像分析指出 这些袭击打击了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 特别是混合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设施 负责此项分析的美国专家 前联合国武器检察员 戴维·奥尔布赖特和CNA研究所副分析师 德克尔·伊普勒斯表示 以色列的行动可能严重阻碍了伊朗的导弹大规模生产 伊普勒斯透露 以色列空袭的地点 包括帕尔钦和科吉尔军事基地 其中科吉尔导弹基地 在此前已进行扩建 专门生产和存储导弹燃料 据卫星图像显示 以色列摧毁了科吉尔内 用以混合导弹燃料的两座建筑 以及帕尔钦内的三座关键设施 奥尔布赖特的低分辨率卫星图像分析 也显示 帕尔钦的多座建筑受到破坏 其中包括伊朗用于储存敏感设备的仓库 这些设施原本由高高的土地包围 以防爆炸波及其他建筑 据伊普勒斯分析 这次精准的袭击 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导弹生产潜力 伊朗通过多年高价引进的固体燃料混合设备 现已受损且难以替代 要将影响伊朗的导弹产量 且减少其未来攻击突破以色列防御的机会 伊普勒斯还指出 伊朗在中东拥有大量导弹 并向俄罗斯胡塞武装和黎巴嫩针主党 提供导弹支援 尽管德黑兰与莫斯科否认向俄罗斯提供过导弹 但这一能力依旧引发了国际担忧 美国政府也呼吁各国对伊朗施加压力 以遏制地区冲突的升级 防止双方进一步报复 美国跨党派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近日发布了一项新呼吁 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其国际战略部署 该机构强调 为了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威胁 美国需要减少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承诺 CNAS引用了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查尔斯福林上将的警告 指出中国的陆海空力量正在迅速增强 这一变化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测 而是美国军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 CNAS认为 在这一关键时刻 美国却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因此必须调整其海外承诺 以更专注于中国的挑战 CNAS认为 如果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 干预欧洲和中东的冲突 将助长新邪恶轴心 中国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之间的松散联盟 这将对世界秩序造成破坏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华盛顿的政治领导层 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 CNAS强调 确保三边AUKUS协议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因为这将成为印太地区未来安全的基石 并未与其他主要印太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提供框架 CNAS分析认为 中国在新邪恶轴心中占据核心地位 其目的是破坏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确保在印太地区发起行动时 使美国陷入被动 如果美国无法重新平衡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重心 将可能加速中国的侵略行为 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沃斯科导弹研究所突遭大火 泽连斯基录了 纽约时报重大泄密 乌克兰向美秘密索要 科大基莫斯科的战俘导弹 乌克兰与北韩军首场战斗爆发 乌军突袭朝鲜军 突发 珍珠党拉德万部队副指挥官 沙哈迪被以军打死 乌克兰在拖列刺客收复面积日渐增大 乌军79旅凌伤网击退俄军大型机械化进攻 打破乌军防线崩溃论 俄军依旧占领乌克兰200平方公里领土 实现最快单周推进记录 军事专家详解塞里多夫丢失的后果 和俄军下一步主攻方向 珍贵记录 乌克兰72旅旅长谈吴赫莱达陷落过程 突发消息 莫斯科的俄军导弹研究所遭遇大火 这是三天之内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火灾 莫斯科似乎又开始了频繁灼火的模式 俄媒电报频道的消息称 不久前莫斯科附近的特种 机械制造研究所被点燃 多个车间正在被大火吞没 现场画面显示 该研究所的外围也已经被火势波及 远处都能看到升起的浓浓黑烟 正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 更关键的是 该研究所还负责为俄军的导弹和后勤能源 提供产品 甚至和俄罗斯航天机构有合作 因此虽然挂着机械研究所的牌子 外界普遍分析 它其实是为俄军提供导弹部件的工厂 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此事 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 也无法确认是乌军出动了无人机 还是出现了一颗特别的烟头 此外呢 之前被乌军击中的卢根斯克军火库 有了更多的后续报道 据悉 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报告表示 该军火库已经接近于被完全摧毁 里面的俄军弹药也被成功去除 而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除了军火库之外 俄战卢干斯克的多个地区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轰炸 大火和烟雾正在城市四周蔓延 这是罕见的乌克兰F16 飞越天空执行任务的视频 希望以后能更多的看到这样的场面 乌克兰95旅在库尔斯克 再次灭掉了俄罗斯155旅的一个作战单位 最后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 成为了乌克兰的交换基金 乌克兰军队正在逐个清点战场 预计很快朝鲜兵也会被派到155旅来补充兵源了 相信155旅的杀附行为会让这支单位永远消耗 乌克兰82旅展示了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的一段长达14公里的死亡之路 在这条路上到处都是被乌克兰摧毁的俄罗斯装备损失最大的就是俄罗斯155旅 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2022年的冬季 俄罗斯155旅就曾经这样被摧毁过 那是在乌克兰达 现在乌克兰又把俄罗斯155旅摧残了一遍 这是转战库尔斯克战场的乌军47旅和友军合作 在库尔斯克发起进攻的视频 47旅是首支乌克兰真正的大牌竞旅出战库尔斯克 乌克兰的战略意图很明显 朝鲜的首支部队也将出战库尔斯克 这里的冬季战斗会很激烈也很残酷 乌克兰军队的美国布拉德里步兵战车和爱布拉姆斯坦克配合 碾压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摧毁藏在树林中的俄罗斯阵地 大毒蛇炮炮是真的厉害 有趣的是 一些被摧毁的俄罗斯侵略者配备了墨星步枪 这种步枪是自1891年起就在服役了 墨星卡这种增足负级别的武器 是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俄罗斯军队的装备 看来俄罗斯的库存武器已经开始见底了 地理定位镜头正视了乌克兰军队打入比尔格洛德 深入如拉夫廖夫卡地区 根据此前的报道 一支俄罗斯机械化纵队在边境被乌克兰摧毁 这使乌军可以长驱止入 乌克兰与以色列一样总能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制造惊奇 10月30日 泽连斯基在冰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怒斥 合作伙伴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保密性 此前毫无底线的纽约时报重大泄密 在29日以独家爆料的方式 引述不具名美方官员说法报道 泽连斯基在胜利计划一个不公布的部分里 提议飞和威慑一揽子方案 而乌克兰想要获得战斧导弹 美方批评 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行的要求 报道说 前述消息人士还透露 华府不认为基辅需要这种射程达2400公里的武器 而且因为数量有限而不愿提供 对于这样的泄密 泽连斯基总统显然非常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他说现在媒体上都在报道这件事 他们说乌克兰想要很多导弹 比如战斧导弹等 但这是乌克兰和白宫之间的机密信息 如何理解这些信息 所以这意味着在合作伙伴之间没有机密的事情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所要这些导弹 条件是只有在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与局势降温 才将会进行部署 我说这是一种预防办法 纽约时报这么一搅和 现在我被告知这是一种升级 言下之意 你说我冤不冤 是啊 此前乌克兰2023年的反攻计划就被泄露 而乌军没有通报攻入库尔斯克的行动计划 所以才能出其不意攻入俄罗斯本土 大家想想 如果乌克兰提前向美国通报了 又会是什么结果 上个礼拜以色列向美国通报的打击伊朗的作战计划 不就被美国泄密了吗 现在原本机密的要求导弹被暴露出来 再加上大左媒纽约时报一渲染 就变成乌克兰想要单方面升级局势 这显然让泽连斯基无法接受 乌克兰之所以积极的尝试用战斧打击俄罗斯 就在于这种导弹的特殊之处 战斧可打击1500多公里外的目标 可携带核弹头射成比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ekens远6倍 其特殊之处还在于 这是高科技巡航导弹 可根据地形躲避防空系统威力巨大 一旦乌克兰拥有战斧飞弹 乌克兰肯定会试图用这种导弹 袭击莫斯科 圣彼得堡和其他大城市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风险非常大 战斧的名字源自印第安战斧 1972年由通用动力公司开始研发 1983年推出服役 以服役超过40年 具备全方位垂直发射能力 可安装在伯克级神盾驱逐舰上 主要任务是远程对陆地攻击之用 美国在波斯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等很多场战争中 都有启用 是一款声名卓著的攻击性武器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乌克兰国民警卫十四旅的四名勇士 镇守住了波克罗夫斯基方向的 一个乌克兰阵地 俄军派出了压倒性数量的士兵 试图夺取这个阵地 俄罗斯侵略军用越野车 将一支突击部队送到阵地前 这些士兵下车后 就立即发起了进攻 并试图夺取四名乌克兰勇士 镇守的乌克兰守军的阵地 但这四名乌克兰勇士勇敢镇定 在火炮和无人机的支援下 消灭了大多数进攻的俄罗斯突击队 勇士们最终守住了阵地 成功圆满完成了任务 许久不见的乌克兰128山地驴 镇守顿涅茨克州 沙赫塔尔斯基和新乌克兰地区 俄罗斯侵略军 试图在数十辆车辆的纵队的帮助下 突破乌克兰128缕的阵地 但结果是灾难性的 运送俄罗斯部队的坦克 步兵战车和卡车 在乌克兰128缕的无人机 和反坦克武器的帮助下 被一移摧毁或损坏 剩下的装备和人力都被步兵 用榴弹发射器和轻武器近战消灭掉了 乌克兰在拖列茨克地区 收复的面积日渐增大 乌军的持续反击 使俄军目前仅控制拖列茨克约38%的失去面积 经过三周激烈的巷战 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 并在反击中夺回了一些戒区 乌克兰在库拉霍夫 打退俄罗斯的大规模机械化攻击 前线阵地成了俄军车队坟场 道路两旁都是烧焦的残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 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卧的东侧防线开始崩溃 但乌克兰军方驳斥了这种乌军防线崩溃说 乌军79旅昨日也用惊艳的战斗视频 印证了防御者的战斗力 视频中 俄军以13辆装甲车 4辆坦克 一辆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 和4辆摩托车 搭乘冲锋步兵 扑向乌军阵地 当俄军纵队距乌军阵地约5公里处时 乌军援火 攻击无人机 反坦克导弹 以及地雷 接二连三的在俄军长蛇阵中开花 几乎是一边倒的屠杀 进攻俄军还未看到乌军在哪里 就陷入了钢鱼中 随后 乌军的布莱德利战车又展开了扫荡 大毒蛇炼火力凶猛 战斗结果很快见分晓 进攻的俄军被摧毁9辆装甲车 2辆坦克 1辆BMPT终结者和4辆摩托车 冲锋步兵伤亡48人 而79旅还在这场战斗中实现了零伤亡 而这样的战斗几乎每天都会在双方接触线上出现 不是说乌军每次都会有零伤亡的好运 俄军远程炮火 滑翔炸弹 以及无人机也经常会给乌军带来伤亡 但根据军事上攻防3比1的交换比 乌军的伤亡怎么算都远远小于俄军 在扎波罗热的大洛沃西尔卡 乌军第3和第194旅联合击退了俄军的大规模进攻 共摧毁了俄军20件重装 俄军目前已停止了进攻 但不可否认 俄军近来在乌冬推进速度很快 呈现出多点进攻的态势 而乌军交通枢纽以及一些重要补给线 已是岌岌可危 若不能及时夺回 冬季作战就将变得困难重重 最新消息俄罗斯军队已攻占西尔尼克 目前俄军前锋的地理位置 已经出现在了库拉霍沃以西的工业区 在这种情况下 乌克兰军队要继续驻扎在库拉霍沃 左里亚内和左里亚内以东地区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很可能已经撤退到西部 在那里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根据俄罗斯媒体对乌克兰开源地图的分析结果 俄罗斯在10月20日至27日 用一周时间占领乌克兰196.1平方公里领土 这至少是今年年初以来 俄罗斯最快的单周推进记录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军队上周占领了乌克兰前线重镇 武赫莱达尔附近的95平方公里土地 和波克罗夫斯克市附近的63平方公里土地 俄媒说 由于乌克兰国防部 做出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派兵的决定 致使乌克兰在顿巴斯的防御能力被削弱 而俄罗斯并没有把军队 从顿巴斯调往库尔斯克州 俄罗斯军队现在控制了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 凸显出俄罗斯在军力和物资方面的巨大优势 因为乌克兰必须恳求西方盟友提供更多武器 俄罗斯目前控制着2014年 从乌克兰并吞的克里米亚 顿巴斯约80%地区 以及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 超过70%的地区 客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 在乌克兰东南部 俄罗斯军队最近几天取得了不同寻常的重大进展 而乌军则有兵败如山倒的趋势 尽管俄军一直都在这样一点点的蚕食乌军阵地 目前乌克兰军队的情况最危急的地点就是库拉霍夫 马上可以看到丢掉重要集结点 塞利多沃乌军防线后撤的直接后果 那就是库拉霍夫也紧跟着危急了 CNN与乌克兰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9日宣称 俄军已经占领了乌克兰顿内斯克州重要城市 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方的塞利多维阵 此地是乌军防御的一个重要集结地 也是阻止俄军朝波克罗夫斯克推进的关键据点 俄罗斯塔斯社29日发布的影片显示 俄军在塞利多维升起国旗 虽然乌克兰当局还没有发表评论或是加以证实 但一位专家告诉基辅独立报 塞利多维实际上已经丢了 芬兰黑鸟集团军事分析师卡斯泰赫米表示 塞利多维世纪冬季的阿富迪夫卡之后 沦陷的最大城市 俄军的另一个主攻方向是安德利夫卡 在过去的三天的时间内 俄罗斯军队已向下一个目标 安德利夫卡高速推进了10公里 这张地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俄军正在使用他们最擅长的口袋战术前行攻势 由南北两翼对乌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一个更大的口袋阵正在形成 里面大约有6000乌军手将 北翼从塞利多沃朝南攻 南翼则从不久前占领的伍勒达尔往北攻 目前占领塞利多沃的俄军前锋 距离安德利夫卡大约还有13公里 伍勒达尔方向的俄军前锋还有14公里 除非出现奇迹 库拉霍卧和安德利夫卡基本也守不住了 如果我们来个复盘 就会发现俄军大概在9月初开始 减轻了对波克洛夫斯克正面战场的压力 而转向重点攻击 红军村来翼的乌勒达尔 而目的是直指安德利夫卡 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村庄 安德利夫卡一旦失手 红军村的南大门就彻底敞开了 里昂国际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克莱蒙莫利甚至认为 现阶段库拉霍夫的重要性超过了波克罗夫斯克 因为库拉霍夫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后勤供应的最强大战线之一 俄军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拿下波克罗夫斯克 但首先必须扩大侧翼 否则就有被乌军拦腰斩断的风险 而现在他们做到了 拿下库拉霍卧就将进一步增后俄军南边侧翼 顺便还形成了几个口袋阵 这使得乌军防线变得非常被动 莫利评论道 几乎完好无损地丢掉塞利多维 对乌克兰来说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俄罗斯可以在那里安全地布置一支庞大的步兵部队 甚至可以用装甲车对波克罗夫斯克和安德里夫卡 直接发动攻击 基辅独立报指出 俄方在乌冬顿巴斯地区的漫长艰苦战役 近日明显加快速度 卡斯泰赫米说 俄军已比2022年夏季后的任何时候更快推进 乌军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在于 目前被迫退守的阵地并不像撤出的阵地一样高度射防 当记者询问是否认为战况可能滚雪球般加剧时 卡斯泰赫米说 存在着这样的实际危险 这将取决于俄军是否拥有资源跟预备队 来利用乌军防御的潜在缺口 但卡斯泰赫米表示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 尽管俄罗斯人已在一周内推进10公里 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新日乌克兰72旅旅长 最近在一个采访中谈到了武赫莱达陷落的一些细节 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大家一起来听听 奥列克桑德 奥赫里缅科上校 肩负着一项并不令人羡慕的使命 率领以黑扎波罗热特命名的传奇第72独立机械化旅 而此时 他保卫了两年多的武格莱达尔 已经被敌人半包围了 9月28日 奥赫里门科取代伊万·温尼克 成为乌克兰英雄旅72旅的旅长 其任务是从被摧毁的城市撤出最后的部队 几天后 即10月2日 总参谋部正式宣布 乌克兰军队已撤离武格莱达尔 奥列克桑德·奥赫里缅科上校最近在接受采访中回忆道 我想指出的是 我并不是在最轻松的时候率领该部队的 9月27日之后 第72旅执行作战任务的形势非常紧张 特别是在侧翼 事实上 这已经是一个战术包围圈了 不管是撤离和补充弹药都已极其困难 截至9月27日至28日 原本可以使用的预备队已经处于敌人的炮火之下 在某些地区 甚至用大口径武器控制了乌克兰预备队的补充 客观来说 以所指挥的兵力和手段是不可能守住武赫莱达的 另一方面 到9月底 顿巴斯南部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伍勒达尔的维护失去了重要性 乌克兰七山二旅 在武赫莱达遭到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第29级团军 第36独立摩托化旅 第39独立摩托化旅 第57旅 第91独立步枪团等单位的联手进攻 也就是说 敌军的坦克 步兵战车 火炮系统 反坦克武器和人员都具有压倒性优势 如果总体评估战斗潜力的话 敌方的比例几乎是1比9 任何理论计算都表明 兵力与手段之比为1比30 敌人就会获得优势 在这里在武赫莱达兵力比是1比9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72旅的天空是空白的 只有俄罗斯的飞机和不断从头顶扔下的FAB航空炸弹 武装部队领导层尽一切努力给敌人造成最大损失 阻止其进一步入侵 同时 如果存在被包围的威胁 特别是由于敌军压倒性的力量 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 奥赫里缅科上校继续说道 到达现场后 我评估了局势并接受了该旅的防线 并制定了逐步从五个莱达尔南部撤军的决定 并将这一决定垂直提交给最高管理层 这个决定很快得到了批准 我收到了分阶段撤军的作战命令 不幸的是 由于敌人成功地控制了侧翼 因此无法完全按照计划完成所有阶段 第一阶段的撤离时 我们用部分兵力进行了突击 以加强武赫莱达南部和东南郊的力量 但敌军也随之加大力度 从左翼进入边界 并对计划的撤离路线进行火力控制 最后 乌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终于撤离了这一城市 最后是一条突发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30日发表声明称 根据情报 以色列空军在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 袭击并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精锐部队 拉德万部队的副指挥官 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沙哈迪 以军称 沙哈迪先前曾指挥拉德万部队在叙利亚的任务 以及监督在黎巴嫩南部的恐怖攻击 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大量袭击 最新消息 在25日 乌军进入库斯克地区 与北韩军队的首场战斗爆发 在乌军与北韩军队的首次交战中 除一名北韩士兵外 其他均已死亡 一名幸存者持有布里亚特人身份证 乌克兰军队在处于军武及军力烈士的战场下 以无数战役无数牺牲磨出来的真实战力 战斗力在当今属顶尖水准 而朝鲜人被自己的信息检防和封闭的宣传给骗得过度自信了 战上位台是罗兹士马力见分晓 金融时报最新报道 朝鲜士兵已经距离乌克兰边境仅50公里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公布 俄罗斯总共已向库尔斯克地区 派遣了约3000名朝鲜士兵 他们是被用民用卡车 从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秘密运送到库尔斯克地区的 其中数百人是特种部队 其余的是正规部队 10月28日 他们被安置在距离乌克兰边境约50公里的军营中 等待俄罗斯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 韩国国家情报院获取情报显示 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金永福 率领先前部队向俄乌前线转移 这支部队具有发射KN23导弹的能力 金永福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军方亲信 媒体认为他是原俄部队的总负责人 韩国国警院表示 朝鲜暴风军团虽然都受过基本作战训练 尽管没有现代化战争的打仗经验 但也是不可低估其战斗力 这也会是韩国了解朝鲜军力的最好契机 突发 以色列轰炸贝卡古地下移目标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沙哈迪被打死 一张照片呈遗诏 俄罗斯人疯了吗 俄法院对谷歌开除天价罚单 远超全球GDP总额 联合国军营被火箭弹袭击 谁干的 以军参谋总长 若伊朗敢还手 将瞄准上次放过的目标绝不收软 乌军打击俄特种兵学院 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为您安排了往期节目精选 台海风云录制 共军突然围台 F-35受台有望 美国F-15可租借台湾吗 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以前的节目 就欢迎在最新实施后继续观赏 谢谢大家 突发新闻 真主党刚刚在社群媒体上公布了一张精锐的拉德万部队高层指挥官聚集开会的照片 还没得意几分钟 以色列军队就向会场投下了一颗重磅钻地炸弹 后经核实 照片中的恐怖分子只有三人幸存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30日发表声明称 根据情报 以色列空军在离南部赖拜提耶地区袭击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的副指挥官 穆斯塔法·艾哈迈德·沙哈迪 以军称 沙哈迪先前曾指挥拉德万部队在叙利亚的任务 以及监督在黎巴嫩南部的恐怖攻击 主导了针对以色列的大量袭击 远山蜡平 哎 好好一个茶话会被活生生弄成了一个丧葬会 远山只想说 珍惜生命远离射媒 现在 辛瓦尔是见了真主了 可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还在哈马斯恐怖分子手中 所以 以色列还不能放松 周三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视察了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和靠近埃及的费城走廊的官兵 并号召加强攻势 迫使哈马斯释放人质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继续对哈马斯施加尽可能多的军事压力 以创造必要的条件确保人质返回家园 此前一天 哈马斯发言人 萨米阿布祖赫里声称 已经接受提议 同意讨论停火 释放人质和交换巴勒斯坦战俘的新方案 这是被以色列打服了吧 并外 美国派出的两位特使霍克斯坦与迈格克也在10月30日抵达以色列 商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 可能方案是宣布停火后进入60天过渡期 如果达成 这将是去年爆发以哈战争至今 中东冲突第一次大幅降温 与此同时 已逃到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新头目卡西姆 在周三发表了第一次视频讲话 他扬言真主党将继续已故头目纳斯鲁拉的战争路线 对抗以色列 10月30日当晚 以色列国防军就出动飞机 对黎巴嫩贝卡古地和山谷旅一带 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多座城镇发动袭击 逮捕了大约260名上了恐怖分子名单的通缉犯 另外还收缴了大量恐怖分子使用的资金 和数十辆各类汽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则在周三表示 美国支持以色列乘胜追击 痛打真主党目标的权利 但与此同时 至关重要的是 不能威胁到平民的生命安全 下面这条突发消息 同样令人瞠目结舌 不知是俄罗斯人脑子出了问题 还是算术出了问题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报 RBC网站 10月29日报道 俄罗斯一家法院对谷歌的罚款 已达到约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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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美元 各位数清了吗 二后面足足有34个零 远高于全球GDP总和110万亿美元 这笔罚款是积累四年的结果 报道称 2020年 谷歌旗下视频平台YouTube 因封锁多个俄罗斯媒体的账号 而被俄罗斯法院处罚 法院要求谷歌 恢复封禁的俄罗斯媒体账号 并开举了10万卢布的罚金 根据当时的裁决 如果9个月内没有支付罚款 这一罚金将每天翻倍 且没有上限 2022年 YouTube又封锁了一批 散布虚假信息的俄罗斯账号 加上之前封锁的账号 共有17个俄罗斯媒体的账号 在该平台上被封禁 导致罚款加剧 发尽每天暴涨 俄罗斯商业咨询报 而BC网站称 法官们将这起案件描述为 一个有很多很多零的案件 美国纽约邮报10月30日声称 这个荒谬的罚款金额 写出来的话 就是20后面跟33个零 比谷歌2万亿美元的市值 还要高得多 令人发指的程度 就像王牌大间谍系列电影中 邪恶博士提出的赎金一样 俄罗斯有关部门 在2022年3月 没收了谷歌的银行账户 迫使谷歌在俄罗斯的子公司 宣布破产 不过 谷歌的搜索引擎 和YouTube的免费服务 仍在俄罗斯运营 俄罗斯商业咨询报网站报道称 被封禁的俄罗斯媒体 向土耳其 匈牙利 西班牙 南非等国的法院 提出上诉 要求承认 并执行俄罗斯法院 对谷歌做出的裁决 今年6月 南非高等法院 批准了扣押谷歌 今年8月代表莫斯科的罚警 从破产实体处 没收了超一亿美元的资产 用于资助在乌克兰的战争 专家认为 谷歌显然不会支付这笔罚金 俄罗斯政府无法从该公司处 拿到这笔钱 目前 该公司在俄罗斯的所有资产 都已被收回或扣押 而且 谷歌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限制在俄罗斯的服务 未来俄罗斯公民和公司 再使用谷歌的服务时 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远山腊平 换句话说 俄罗斯公民 今后会更加陷入信息孤岛 活成了跟东西朝鲜一个样 普京是想钱想疯了吗 开出这种罚单 这比强国城管还厉害啊 而且这种数字 通常是用于冥币啊 本来以为上周五 以色列出动上百架战机 对伊朗狂轰滥炸之后 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的是 伊朗还嘴硬 说要再次还击 说以色列将面临无可想象的苦涩后果 好像还没够完了 以色列当即回怼 对 这事还真还没完呢 10月29日 以军参谋总长哈勒维 警告伊朗放弃还击 否则 将瞄准上次放过的目标 我们的军事力量非常清楚 如何再次抵达伊朗 他坦言 这是还没完 对前些日子 真主党在伊朗支持下 用无人机攻击内坦尼亚湖四宅这事 也得要算算账 内坦尼亚湖 这时也不失时机地站出来 撂下一句狠话 我没有忘记伊朗核项目 它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将继续努力 消除伊朗的威胁 10月29日 内坦尼亚湖还冷不丁地突然出来 点名警告叙利亚总统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萨德 内坦尼亚湖毫不客气地表示 如果阿萨德继续支持伊朗和真主党 以色列就将推翻他在叙利亚的政权 毫不夸张地说 当今世界 以色列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有仇必报和虽远必诛 让刚刚在中印边界上认怂后撤的某东方大国 那些只会嘴上自嗨的战狼们情何以堪 你们哪里是什么虽远必诛 而是虽远必诛 远山腊平 以色列的话翻译过来就是 你压别嘴硬 嘴硬就再来一巴掌 屁股上还要踢上一脚 据法新社10月29日报道 29日的一次火箭弹袭击 造成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 维和分遣队中的8名奥地利军人受伤 但目前无法确定袭击来自何处 报道称 这枚火箭弹击中了靠近以色列边境的纳古拉军营 以色列一直在与黎巴嫩的真主党组织交火 并从上个月开始加大对真主党据点的打击力度 而且派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最初成立于1978年 目的是监视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后的撤军情况 目前有来自大约50个国家的约1万名维和人员 部署在黎巴嫩南部 但40多年后 黎巴嫩真主党的数量却越来越庞大 地道口就直接建在联合国军营旁300米处 真主党军队的军火武器就在联合国军营旁露天堆访 远山纳平 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 联合国维和部队遭火箭袭击 8名维和军人被炸伤 但火箭弹很可能来自真主党 对此联合国轻疗淡血提果不了了之 而乙军只是进入维和部队要求撤离 不要给真主党当肉盾 就被联合国秘书长强烈谴责 中俄两国更是上船下跳 有如跳梁小丑 当地时间10月29日清晨 乌克兰一架无人机飞行数百公里 对俄罗斯车臣地区古杰尔梅斯市 特种部队大学的移动建筑实施袭击 屋顶起火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所大学以俄罗斯总统普京命名 专门用于培训特种部队 此次袭击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乌克兰首次针对车臣领土的行动 意义重大 袭击目标距离前线约848公里 尽管乌克兰无人机的最大攻击距离 可达1800公里 此次袭击暴露出车臣地区防空系统的薄弱 难以有效防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远程打击车臣本土 既是一次军事行动 也是对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的一次敲打 表明乌克兰的攻击范围 已扩展到车臣腹地 以埃哈迈特特种部队为例 多次进入乌克兰前线 但未获得显著战绩 且多次遭乌军打击 据称卡德罗夫获悉此事后 气急败坏 10月29日 他向在俄乌冲突前线的车臣指挥官下达命令 要求不再俘虏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 而是彻底消灭敌人 他说车臣不会允许基辅 以这种方式开玩笑 卡德罗夫称 未来车臣士兵将对敌人 进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报复 并且誓言 车臣人必将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远山腊平 卡路山 这是谁给你的底气 某阴看多了吧 看看这毫沟里满地的子弹 都是准备迎接俄罗斯侵略军 不速之客的 吸血鬼无人机 让占领者的万圣节之夜 变得更加恐怖 俄罗斯从监狱招募参加战争的囚犯 马克西姆·费多尔·勤科 在收到武器后 立即投掷了一枚手榴弹 然后在掩体中 用AK-47步枪杀死了11名俄罗斯军人 并带着武器 逃脱了被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 作为一名囚犯来说 确实是勇气可嘉呀 有独立思维的人 配得上一场胜利大逃亡 俄军近来节节推进 打击精准的原因 目前已被乌军找到 战争爆发后 尤其是在初期 乌军一直使用星链终端系统 联络通讯 在信息和态势感知能力方面 对俄军拥有压倒性优势 击毙了十余名俄高级指挥官和将军 但俄军如今也在使用星链终端作战 在乌军缴获的战利品中 赫然出现了大量星链终端系统 很显然 俄罗斯人通过这些先进的电子系统 极大的提高了通讯与精准定位打击能力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乌军曾经通过星链Starlink终端 进行网际网络连接 但现在俄罗斯人也在使用这种技术 报道指出 星链Starlink终端 让俄罗斯人能够使用卫星网机网络 来加强攻击机舰的协调 发动更多的无人机出击 并用精确的炮火 袭击乌克兰军队 来自顿涅茨克州不同部队的 六名乌克兰士兵和军官 告诉华盛顿邮报 俄罗斯已经缩小技术差距 使其部队更加有凝聚力 并提高了袭击的频率和准确性 乌军第72旅一名军官强调 俄军部署的星链Starlink终端 以及缺乏兵力和武器 是导致乌莱达尔被夺取的原因之一 路透社与福布斯共同指出 俄罗斯的这些星链终端系统 均来自于中间商 大多为香港 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的影子公司提供 特别是印度 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通讯设备与技术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已责令SpaceX公司 调查并封堵这些缺口 据福布斯报道 在激烈的战斗中 乌克兰最近遭受了重大的车辆损失 Issent分析师证实 10月份损失了220多辆车辆 自今年年初以来10个月 乌克兰损失了近2000辆 这些数字只是目测确认的损失 这意味着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而刚好在这个时候 美军计划逐步淘汰6万辆汉马 所以美国完全有能力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这些最近退役的车辆 不仅具备作战能力 而且比现代系统成本更低 使美国能够在不超出预算限制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补给 乌克兰士兵在战争初期 就收到了3000多辆汉马 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车辆 其功能性受到称赞 汉马的熟悉设计 确保它能快速融入乌克兰军队 它的尺寸和机动性 使其特别适合乌克兰的防御战略 特别是在城市作战中 汉马车可以比大型坦克和大炮 更有效地在狭窄的街道上行驶 乌克兰将征兵16万 5至6万人 用于补充现有部队的人力损耗 其余将组建16个新舰驴 法国将装备其中的一个驴 这将是法国为乌克兰装备的第二个驴 第一个法国装备驴是155驴 法国军方正在法国序列乌克兰 第155机械化驴的2300名士兵 并为该驴配备了法国制造的武器 装甲车和火炮 包括128辆VAB装甲车 18门凯撒榴弹炮 18辆AMX10坦克 20套米兰反坦克导弹系统 和10辆大型TRM军用卡车 美国议员敦促拜登 允许波兰拦截乌克兰上空的导弹 共和党人乔维尔逊 和民主党人史蒂夫科恩 在给总统的信中提出了这一倡议 要求允许波兰拦截乌克兰领空的导弹 10月28日 媒体报道称 受西方制裁影响 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天然气终端 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 这将导致库存累积 因为该工厂无法自由出口天然气 确实是没办法了 由于西方实施几轮制裁 美国及其盟友实施限制 使得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 难以使用韩国为该项目建造的兵级游轮 并吓跑了败国买家 本月向该工厂供气的气田 日均天然气产量已下降至530万立方米 还不到9月份日均产量1,210万立方米的一半 由于制裁影响 该工厂冻结建设新的天然气液化厂的计划 还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 这使得俄罗斯能源经济遭受损失 更重要的是整个冬天 欧洲已经储存足够的天然气 俄罗斯今年冬天的天然气又不好卖了 欧盟向乌克兰分配的351欧元宏观金融援助贷款决议 已于10月22日在欧洲议会通过 欧洲理事会23日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 至此这笔价值351欧元援助计划将很快到达乌克兰的国家账户 欧洲理事会表示 这笔351欧元援助贷款最迟于2024年底发放完成 还款期限为45年 无需乌克兰政府偿还 因为乌克兰可以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中不断获得资金 其中95%用于偿还欧盟贷款 另外5%用于欧洲和平基金 理事会同时强调 俄罗斯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 直到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赔偿由于这场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上周三与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会晤中表示 美国政府已同意将200亿美元G7贷款分配给乌克兰 这笔贷款也是以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作为担保 耶伦指出 这种操作意味着为非法战争买单者是俄罗斯人 而不是美国欧洲或乌克兰的纳税人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 乌克兰将从欧盟和美国获得550亿元 还将从英国获得23亿英镑 用来支付政府预算与军事开支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无疑是大利好 关键是这么大的一笔款项 乌克兰政府根本不用偿还 是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笔钱很可能永远也拿不到了 因为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的损失 已超过了冻结款项的数目 如果战败 还必须继续拿钱赔偿乌克兰 作为战后重建 一些总是唱衰别人的警妈称 乌克兰在战争中欠下的贷款 50年都还不完 事实上 乌克兰收到的援助中 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无偿贷款或援助 而在有偿的援助中 75%的债务也可以申请减免 这些警妈可能忘了 二战中 苏联通过租借方案 拿到了美国114亿美元援助 相当于苏联1945年GDP总量的57% 偿还了11亿美元后 其余部分都申请了减免 而对于需要偿还的小部分贷款 乌克兰同样没有压力 根据国际矿业协会的评估 仅乌克兰境内的锂矿储量 价值就高达7.58万亿美元 此外 乌克兰的油 私等自然资源也很丰富 又有多少钱还不了呢 心中有光 世界一片明亮 灵魂一暗 路易是马 祝福乌克兰 也相信黎明不会辜负 每一双踏碎黑夜的脚步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要想获知最新最全面的热点战况更新 和专业军情分析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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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